糖尿病可以用手术治疗吗? 张薇,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首先,我们说呢,二型糖尿病的诊疗指南 随着不断的一些研究的进展和不断的更新 我们有了很多的新型的降糖药物来帮助患者管理好血糖 那么我们也知道,在二型糖尿病患者的发病当中呢 很大一部分人是合并有肥胖的 肥胖以及腐形肥胖或者内脏脂肪含量超标 这都是胰岛素抵抗发生的中心环节 也进一步会引起血糖升高,产生糖尿病 那我们二型糖尿病的治疗呢 首选的基线用药呢,还是二甲双瓜 二甲双瓜不仅有降糖的作用 还有帮助患者减重,促进外周组织糖的转换和利用 等等综合的帮助 那么如果二甲双瓜口服不达标的患者呀 我们还可以考虑联合多种降糖药物 包括胰岛素,包括比较新的肠醋益素 就是我们说的GLP1收体机动剂等等 来综合管理降低血糖 如果您作为糖尿病患者属于重度的肥胖 那么体重指数如果超过32.5的 BMI超过32.5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在常规的药物治疗,合理的饮食控制之后 体重仍旧没办法达标 那么这类糖尿病患者就可以考虑采取我们糖尿病的减重手术 来帮助你控制血糖 专家提示 3. 重度肥胖患者合理的饮食控制之后 体重仍旧没办法达标 这类糖尿病患者就可以考虑采取糖尿病的减重手术 来帮助控制血糖 3. 重度肥胖患者合理的减重量